嗨大家好,我是Tracy 那上次的下犬式金讲之后 很多小伙伴在问我说 老师,那上犬式呢? 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上犬式的金讲 那么上犬式呢,是在瑜伽当中 一个属于后弯的基础体式 在瑜伽之光当中呢 把它界定为是难度指数 只有一颗星的体式 其实我当时刚刚看到这个的时候 也觉得非常的诧异 因为无论从我自己的练习教学 以及我们的小伙伴练习之后的感受来说的话 都觉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提示 那么尤其会在我们的手腕处 腰部以及我们的颈部 会带来一些不舒适的感觉 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和大家聊一聊 这个难度系数只有一颗星的上犬式 上犬式Upward Facing Dog Ardumakshitavasana 那么上犬式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身体的前侧 为我们的胸腔区域创造更多的空间 有效地去缓解我们脊柱僵硬的状况 那么上犬式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和眼镜蛇式混为一谈 其实它们两个除了长得有点香啊 没有一点关系 那么下面的小图大家可以看一下眼镜蛇和上犬的区别 好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上犬式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首先第一个从身体的正面来看 我们的手掌和手臂就是这个体式的根基 所以当你的手臂与地面垂直的时候呢 更有利于力的传导 同时我们要注意 为了减少我们的手腕手肘和我们肩膀关节的压力 不要把力量同时都放在你的手腕上 而是去使用你的手掌分散更多的压力 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做到以上那一点 在我们做上犬式准备的时候呢 就要确保我们手掌摆放的位置是正确的 所以当我们手掌推直之后 保证我们的手臂是和地面垂直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们的手掌到底要放在身体的什么部位呢 那么其实我们根据每个人后弯的程度不一样 手掌摆放的位置幅度会略有不同 但是我们有一个大的原则 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是做眼镜蛇的话 手掌是在你胸腔的两侧 那如果你是做上犬的话呢 你的手是在你腰的两侧 大家可以看一下旁边的小图 上面是眼镜蛇式 下面是我们的上犬式 你就可以看出手掌摆放的位置会略有不同了 第二点就来到了我们身体后侧的根基 也就是我们的双腿和我们的双脚 那么在这个提示当中呢 是我们的脚背呢 完全的是按压在地面上 并保持你的双腿打开 是你的和你的跨步同宽 你的脚趾尖指向后墙的方向 那注意这里的话 我们大腿的内侧向上踢 外侧向下降 同时要保持大腿的内侧向中线去收紧 夹紧的这个感觉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 我们大腿还没有这样的觉知 很多同学说我找不到这样的感觉 那建议大家可以在双腿的中间呢 去摆放一块瑜伽砖 去找到那个夹砖的感觉 慢慢的去启动你大腿内侧的这种觉知 同时你的大腿的前侧呢 去收向你的腹部沟 并把离向上推 感受大腿的前侧 推上后侧去找天空 第三点 髋关节和骨盆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提示当中 我们的髋关节是做一个主动的内旋 那么当你内旋了之后呢 才能够去缓解 我们底卡关节的压力 以及释放我们腰椎间的这样一个空间 这也是避免我们在做上全式完了之后 会有腰痛这种症状的主要措施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划一下终点 为了避免腰痛 保持你髋关节的主动内旋 那么还有一个点 就是在做这个提示的时候 我们膝盖非常容易外扩 我们要注意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上一步说到 要启动打腿内侧的觉知 保持腿部 向内去收 向中线去收 去保证你的冰骨 膝盖前侧的冰骨 是指向地面的 那么这样呢 也能非常有效的 保护好你的膝盖 好 第四点 我们的整条脊柱和胸腔 那在这个提示当中 我们的头顶和我们的骨盆 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去延展 帮我们的身体创造一个非常饱满的 后弯的这样一个弧线 所以我们要感知和觉知到 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胸腔是打开的 我们的肩膀是后展的 想象我们的肩甲呢 是牢牢的去插在我们的整个背里面 并且让它去向前 无限的去推你的胸腔 向前向上的感觉 第五点 也就是最后一点 颈部的自然延展 所以在整个上拳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脖颈没有过分的厚仰 不要去折你的脖子 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初学者 或者是你的脖颈 本来就不太好的学员 那么有些同学会说了 那我看很多的瑜伽书上啊 那些大师在练习上拳的时候 都是把脖颈后仰 有一个折痕的 人家的脖颈 比你的脖颈有力量 就像后腕一样 我们每个人会呈现出来的弧度 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腰腹的力量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刚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确保安全性 有效性 还是让你的脖颈自然的延展吧 瑜伽是1%的理论 加99%的练习 下面就跟着我到电子上 来一起练习上拳试吧 好 我们首先选择要握在地面上 把你的双脚打开和你的胯部同宽 双腿打开胯部同宽 把你的脚背按时在地面上 脚趾指向后墙的方向 把你的双手手柔弯曲 手掌来到你腰的两侧 小手臂几乎于大地垂直 指尖指向正前方 十个手指打打张开 从这里把你的手肘向内夹 向肩骨的方向 再把你的手肘拉向脚跟的方向 去创造你肩颈和耳朵之间 一个舒适距离 确保你没有耸肩 感受你肩颈的下缘滑向骨盆 好保持这样的觉知 吸气慢慢的推着你的手臂 让你的下巴颈部 胸腔 雷骨 腹部 肚脐 股盆 完全的离开地面 然后大腿 膝盖 直到你的手腕 手肘 肩膀在一条直线上 再去把觉知带到你的骨盆区域 保持你骨盆 你髋关节主动的内旋 双腿内侧及甲向彼此 大腿有力地向上去提 再把专注放到你的肩膀 肩胛有意识收向彼此 感觉到插入后背 再让你的肩胛顶你的胸腔 往前往上往远 肩膀自然地远离双儿 手掌的能量传递到肩膀 好 三次呼吸 二 一 最后一次吸气 好 呼气是膝盖落 曲肘 一节一节的大腿 骨盘 腹部 雷骨 胸腔 前额 花园到一面上